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说出稿还是怎么搞 不过我认为是一个国际性的论文 而且经过伦敦政经研究 应该他有一个水平 而且经过考验过 在这个时间是选举期间 你别的不讲 你就在讲他的什么硕士论文 我想这个东西 他就已经当过台大的教授 如果说不行 正大的教授 在之前他应该都被检验 而且他当政大教授的时候 如果没有办法有这个硕士论文 他又如果去当政大的教授 我认为这个都一步一步经过检验 那今天在选举期间 我认为倒也不需要再质疑说 这个论文的内容 是否有证据 或者是完成硕士论文 我认为应该被检验过 而且不要再去 没有检验完 就是因为没有检验完 有检验过 你刚刚讲的是政大的论文 而且放在国家图书馆 还有一个国图 国图 国图要放论文上去 有两个步骤 一个当事人同意嘛 当然 后来说我可以放 然后就那个国图就放 第二个是念的那个学校 亲自回复说 是 他是论文你可以放 但是我没有第二个 我们没有第二个 国图就把它放进去 而且今天有个资料拿出来 你知道吗 总共这七年来 五百多份把 要把论文放在国图的 全部打回家 只有四十九个过 四十九个其中有四十八个 全部大学都认同 是是是 只有一个没有认同 你知道哪一个 就是你蔡英文这个 我认真必须要在 必须要在 但是要在去了解 不能在这边 无敌方式 我说我这样